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惠敏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所以现在的利息 距离最低点的时候 也只有上涨0.125到0.25 Depends on the program Fixed loan涨了很多 涨了很多 那我们把这个屋主自助 No point No fee 但是是小额贷款 就是41万7之下的 Interest rate来跟大家说一下 好这个贷款 我们分成fixed loan和arm的loan fixed loan我们有30年固定 20年固定 15年固定 10年固定 顾名思义 就是30年固定 30年付清 20年固定 20年付清 是这样子 除了这以外 我们还有arm的loan arm的loan 比如说有10-1 或者7-1 或者5-1 这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整个30年的term 但是前10年利息固定了 以后每年变一次 怎么变呢 根据一个公式 2.25的margin 加上one-year-liberindex 是这样子的 当然股民思义 你fix的时间越长 或者是arm的loan 也是前面fix的时间越长的话 它的利息变越高 稍微高一点 对 现在贷款 头5年固定的 是不是要把rate再加2 还是乘2来核实 是这样子的 是对银行来说 现在其实比如说有人说 我想做5-1-arm 是不是最容易qualify 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现在我们30年固定 最低可以做到4.125 当然银行来qualify你的income的时候 就按到4.125 因为你整个30年固定在4.125上了 就用4.125去算你的debt to income ratio 但是如果是假说5-1-arm 比如说7年和10年都没有关系 比如说7年我现在最低利息 可以做到3.25的话 它就是按3.25来fix 就是来算你的debt to income ratio 就是按3.25来核准 对 但是5年比如说我虽然最低 我就有些天下最刁钻的银行能做到2.75的话 但是它绝不是所有的Fannie Mae Freddie Mac都不是按2.75来qualify 它说按2.75再加上2个percent 它意思就是说 在未来的30年平均下来算4.75的利息来qualify 所以反而是做5-1-arm的来说 对这些跟compare with 10年7年和37年固定 或者是的贷款来说 它是最难qualify的反而是 所以要了解这一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OK 我们先来听听看30年固定的利息 好 最低可以做到4.125是no point no fee的 当然这是single family house 如果是condo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在基础上相应的加0.25了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说法 你每次做贷款的时候 当然不是根据所有的最低利息是什么样 最低利息指的是一般是single family house 你的信用分最少在700以上 同时long to value低于60% 才能拿到这么好的利息 当然如果你要是假如说信用不是很好的话 你的long to value低的话也稍微好一点 最怕的就是信用又不好 然后加上loan to value又high的话 你的利息绝对拿不到4.125 加0.5都有的时候 看来都是稀疏平常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最低利息都是我认为 情况最好的情况 基本上可以做下来的 当然我们20年固定20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做到4.0 是no point no fee 15年固定15年付清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3.375 当然我有家银行 就是必须要求impun single family house 还有加上你不能有任何加借 没有permitted的地方 这样的房子 你也可以做到3.25 甚至3.125都有希望 10年固定10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拿到3.0 ten one arm 就是只要你是long to value低于75% 信用在740以上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3.625 都是比较有希望可以做到的 然后7年我们相应来说 现在3.25是很可以拿到的 当然我们现在有个最低最低的5年 5年是2.75 比当时天下最低最低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在2.5 2.625可以做到的时候 也才高了一点点 0.125 我们先可以拿到2.75 是no point no fee single family house 信用分在740以上 long to value低于60%就可以了 哇 OK 其实当惠敏来告诉我们 这些知识的时候 也许我们针对的这些观众群 投资朋友 也许对您来讲说 我只要知道rate就好了 因为我对于其他所有的基本知识 我都了如指掌了 但是我们的朋友里面 有很多是新移民 如果您对于贷款中间的这个terminology 就是名称 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您可以在之前先写一个email给我们 由我们在节目中带您请问会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么现在在荧光屏上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询问的电话 那么好 这个是41万7的 现在又要大额一点了 41万7到62万5 这个也是在我们矽谷湾区的房子 高一点的价位的时候 很多人都要带这种款 对 30年固定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做到4.25 这个跟single family house都无关 我有家银行非常非常的nice 它是condo 它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利息 是4.25是no point no fee的 好 然后我们当然还有是20年固定 20年付清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4.0 15年固定15年付清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3.5的利息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这个贷款 就是没有多少家银行 愿意做10年固定10年付清 原因是payment实在是太高了 你不要看不起小小的5年 你看你看20年 其实跟15年它差别到并不适合 你看差了就是差了5年时间 但是它payment都差不了多少 但是15年和10年的话 payment差的太多了 10002000块都有的 特别是大额袋一点的贷款 当然我们这个贷款 我们还有ten one arm ten one arm的利息 相对来说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因为10年时间足够足够长了 ten one arm 甚至是我认为是30年固定的 最好的替代产品 对年纪比较轻一点的人来说 真正要做30年的有两种人群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一种是年纪比较大了 你觉得我永远不可能refinance了 我可能过几年就要退休了 这个而且不想把自己的经济负担 搞得很重的话 我就觉得可以做30年固定 还有一些人 比如说我买了这个房子以后 我可能将来就算去买了别的房子 这个房子作为出租 那你做30年固定也比较好 当然你要是假说 你有别的打算的话 我觉得又是自己一个房子 又没有打算近期之内买房子 把它出租出去的话 我觉得ten one arm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产品 它毕竟是能省了不少钱 3.75 no point no fee就可以做 然后ten one arm 我们现在最低 可以拿到3.55年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3.125 3.25的样子 是非常感谢惠敏 刚才您在第一段的时候 曾经提到 不同的program 是为不同的年纪群的人 设计的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人 他是打算在65岁就退休 他希望如果说他现在是50岁 那他就适合做一个15年的贷款 然后15年付清 可以这样子来计划 可以这样考量吗 你可以这样考量 但是你还要中间想象这么一个问题 万一就15年固定 15年付清 毕竟赔门的蛮高的 如果你们两个人工作都不是很稳定 假如说都是engineer的话 很可能会有可能经济不好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假如说都是engineer 有个人收入来说相对很高 然后万一有个人丢工作了 另外一个人还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我觉得15年可以 但是如果两个人收入度不是特别高 万一一个人丢工作 另外一个人在风雨中缥缈很害怕的时候 我觉得不应该选 不要把自己家庭的财务压力搞得太大 对了 OK 湾区也有很多高价位的房子 并且如果自己也不是装过来的土豪 还是要贷款呢 对了 真正的大额的贷款的利息是怎么样的呢 对 是62万5到200万之间的 我们最低的呢 30年固定可以做到4.75 15年固定我们可以做到4.0 Tone One Arm我们可以做到4.25 7年Tone One Arm我们可以做到3.75 5年我们可以做到3.375 当然还有3年2.875就可以做 像刚才您说的5年的都是要加上2 那3年的更是要加2年固定 当然当然 好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 好听完了屋主自助 我们要暂时休息一下 回来就要听听看 投资物业 它的No Point No Feet贷款的利息又是如何 观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就回来 明天也好 虽然 tal relig战 我们需要ավ approach 担心 latent